計時30秒準備開始 以看見燈號亮 立刻拿起手中的小鐵錘 集中目標 看似簡單的小遊戲 讓老人家邊動腦邊延緩虛之症狀 牽起阿嬤的手 問候韓軒 新北市長侯友宜這一趟來到平溪 這裡的住戶 平均每三位 就有一位市長者 市府將以衛生所 連結在地店家建置不老廠置村 侯友宜強調高齡照顧 一直是很重要的政策 根據衛生局統計 新北市有四萬六千位的失智症者 除了結合在地商家 也跟民間企業合作 運用智慧科技的補助 照顧失智症者也預防走失 在人事的最後這一段裡面 如何延緩他的失智的智能 延緩他的身體的 在健康的成型 健康的狀況底下 能夠慢慢慢慢的難化 這變成所謂的責任 市府表示未來會繼續透過 公司協定的方式 讓長者失智症者 都能在首席的社區環境中 安心養老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